那我们把问时间 问听众朋友们解答 一个听众呢 在我们24小时的留言 信箱留言了 他说呢 他现在这个天气 觉得已经快要到暑假了 越来越热了 那常常家里呢 在白天的时候 就会赶快把空调 赶快都打开哦 能够在这个 中午之前能够凉起来哦 但他们家是挂壁式的 这个冷气哦 但很奇怪耶 怎么感觉比较起来 去年一下子就冷了 但今年呢 要开好久 这个冷气才能够 这个稍微凉一点哦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冷气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保养啊 要不然空调 是怎么样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年没有去年冷 难道冷气是越买 就会越热的吗 就是以后就不会再这么冷嘛 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我们科学小天使呢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是我们黄都电器的总裁 我们的家电达人 朱莉姐 哈喽朱莉姐你好 早安小米 首先讲一下 冷气机的使用 您刚说的对 是需要清洁保养的 这个是不关这个朋友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冷气机呢 我们建议呢 您每年都要将 这个出风口 它是有一个过滤网 你一定要把这个过滤网呢 拆下来清洗一下 因为通常在运作的时候 我们空气中 有很多的尘埃嘛 那如果说比较多的尘埃 把这个过滤网都阻塞住 那当然冷风送出来 它自然就是不均匀 不顺畅 对冷气的这个performance 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是大家每年呢 都要清洗一下过滤网 那么这位朋友 当然您首先呢 您就先看一下 过滤网是不是 尤其是在使用前 现在季度开始了 我们先清洁一下 那么如果说 它就顺畅了 恭喜你 没问题 那么呢 如果说还是感觉到说 开了一阵子 还是不冷 那首先 应该来讲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冷煤不够了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 达到理想的这个室温 那当然了 那个冷气是属于这个消耗材 通常它是可以在 八年到十年的 这个收鸣来使用 前两三年状况 是一定都是很好的 然后每年呢 它的功能上 确实是会略递减 那如果您的这个机器 它还是很新 那冷气已经明显像这样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要让师傅呢 进来呢 检查看看 是不是冷煤漏了 因为冷煤本身呢 它是有压力 是有两百多磅的压力 它需要在真空下面运转 那如果说您的接口啦 或是通管的管道呢 它有一点点的接口 因为安装的不好啦 或是运输途中 它接口松动掉了 哇 这冷煤就噼里巴拉了 很容易全部呢 就漏掉 那一漏了 你是怎么再开 它就是跟风扇一样 因为没有这个冷煤的帮助 来做这样子 哇 原来如此啊 所以我们一般人是多久 应该检查一次 应该是说夏天快来了 我们就要来看吗 是这样子我们自己要做的是 每年我们清洗一下过滤网 那其他的是不需要 除非你感觉到 它的冷度是不够了 这个时候呢 你才是需要去请师傅来看 那当然呢 冷气机本身在安装上面 是比较工艺高 比较严格的 那师傅呢 他要查深漏 应该要进来看的时候 如果确定是冷煤不够 他一定要先查这个渗漏点 因为他的接口是有 好几十个接口 那他只要一有漏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你如果不查 不找出这个渗漏点 去做修正的话 加了没多久 他马上又漏光了 所以是老命伤财 还一定要先查出深漏点 把深漏点做修正以后 再加冷煤 同时呢 再用一个检测器去看 检测器的这个真空 仪表一定要走到零度 它到零度了 就表示里面呢 是完全的真空 那真空的话 就表示没有漏口 这个时候冷煤加下去 没有问题 它就可以又开始正常预转 就是这个状况 给大家做参考 是是是 那真的 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份了 所以这个 接下来暑假就在眼前了 如果大家要检查的话 现在要赶快检查 因为我们先要 先要每年一定要清洗 这个过滤网 这个是我建 因为这个对 performance会差十几个percent 所以这是最简单 你可以做的 那当然到了冷气决定 不冷的时候 你再call师傅 因为他的service code 他都是会charge你的 因为每次我们都是在暑假 非常非常热修 然后整个冷气 都已经都不太凉了 那时候再找师傅 真的也是找不到师傅 对呀 他都到处跑的 然后这个要约很久 然后我们要热好几天 师傅才会出现 所以如果在这么热之前 大家可以先检查一下 也许就是 可以比别人先凉 凉上来了 好凉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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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